我们来做做看色层分析法的题目 那其实这里就是用色层分析法来分离菠菜叶里面的光合色素 先取烘干的菠菜叶把它捏碎泡在丙桶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进取 也就是我们讲的故意萃取 是萃取的一部分 然后呢 再呢吸取菠菜叶之点来TLC片上 然后把它放入展开翼里面去进行乘息 展开翼呢是用石油米跟丙桶9比1混合成的 那展开的图呢就像右边的这个图 那我们接下来看选项咯 第一个和TLC片呢 附着力越大的移动距离越近对不对 这是对的 和TLC片呢附着力越大 就代表跟展开翼的附着力是越小的 所以无法跟着展开翼跑动的距离比较远 所以反而移动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好过来看B选项 对展开翼附着力的大小是这样的顺序吗 这个是错了 其实应该是相反的 在图片上面呢 我们明显可以看到 其实以这三个来讲 叶黄素是跑得比较远一点的 所以呢对展开翼附着力的大小 叶黄素应该是最大了 过来才是叶绿素A 过来才是叶绿素B 所以这里刚好相反咯 好来C选项 分离出来的色素有四种 代表菠菜叶只有四种色素吗 老师前面有讲过 应该是大于等于四种 因为有些色素呢 搞不好在这样的溶剂下 是无法分离出来的 OK 所以C选项也是不对的 好 猪选项 实验的时候呢 这个容器需要密闭 以免呢 溶剂挥发影响实验的结果 对不对 对 打勾 另外一选项 如果将TLC片呢 更换成率子 那各个色素展开的距离 会相同吗 错 附着力会改变 所以展开的距离呢 当然会不相同 所以这题目的答案是A 还有猪 再见